伤人狠得咬牙切齿 影视剧中这些反弹角色深入人心啊 发图告诉你影视剧中 仰坏角色最经典的三个人 第三名杜一鸣 听到杜一鸣的名字 很多人会觉得陌生 不过看到他的照片 相信大家印象都非常深刻吧 他是一位老演员 也是恶人专业户 精湛的演技塑造了许多坏人角色 比如以天吐龙击中的陆战客 会爱的旗帜 第二名李明奇 看到李明奇老师 发图就瞬间想到 他在款注格格里 扮演阴险很多的龙默默 他是以各种狠奴方式 欺负祖余和小燕子 让人看了可能咬牙切齿 不过李明奇老师 演技可是很在线的 在戏中将不择手段的 刁钻老奴形象 塑造的活力活性 第一名冯远征 看到这张恐怖又冷漠的脸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 他就是不要和莫 圣人说话中的安家和 冯远征讲安家和这一角色 演绎的是淋漓尽致 把安徒是格中平屋 都能感受到这个角色 带来的很多 拜拜